好,各位大兄弟们,这里是韭菜兄弟,大家早上周晚上好 我们来看过去24小时在币圈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信息 然后你的点赞是让我更新最大动力 那我们废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币圈的昨天的新闻吧,汇总 我们看一下币圈这个币价趋于稳健 24小时之内比特币和以太坊都在横向整理,对吧 然后币安最近发的非常严重,也趋于了稳健 没有看到有更多的利空必安的消息 等等等等 整个大盘波澜不禁,现在的总的市值是 我看一下 现在的总的市值是8460亿 8460亿 OK,8460亿的总市值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宏观图 宏观图有4个 有4张图对吧 左上角是比特币,我们看到比特币是一路下行 一路下行 一路下行 比较凄惨,比特币的总是一路下行 然后我们看到 左下角呢是黄金 可以看到黄金最近走势非常的强劲 几乎要达到了前高,对吧,达到了前高在5515这个地方 这是黄金的期货 Gold Features 这边是S&P 股票,我们看股票,S&P 500总的来说是 不断往下的一个趋势,对吧,不断往下的趋势 最高达到4826点,然后不断的往下 不断的往下,这是股票 那还有最近一路下行的是美金 右下角是美金指数,美元指数 可以看到美元在最高114非常夸张的情况下 比欧元还贵那时候,对吧,现在已经在逐步的趋缓 我们认为美元在100左右是比较合理的 对吧,100左右是比较合理 美元最低的话是在90 现在美金在104 好,那是整个宏观经济用这四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啊,现在大家还是把资金投入了风险偏好 最最低的,对吧,黄金里面啊,黄金那些啊 那一方面是因为美元在不断的变值,对吧 所以黄金不断变高,另外一方面是其他的投机 像什么股票,像比特币,像加密货币啊 都很难啊,都很难,所以大家还是似乎疯狂的买入黄金啊 黄金又重新拉伸,对吧,重新拉伸 好,过去24小时之内发生哪些消息呢 那第一个消息就是我想讲的是那个Wintermule Wintermule可能大家都知道啊,Wintermule Wintermule是一个做事商啊,也是 在短短的几年之间啊,就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航空母舰 我们来看一下这兄弟哈斯卡发了一个Wintermule的revenue revenue就是营收情况啊,从2019年它整个营收才只有一百万美金 整个营收啊,一百万美金 2020年啊,整个营收达到了5300万 2021年啊,前年的,去年的一波狂暴牛市啊 Wintermule赚的盆满钵满 它的revenue高达了10亿美金之多 而今年啊,在大熊市的情况下啊,它的revenue也达到了2亿2500万 我不知道这个Wintermule是怎么赚钱呢 为什么可以在短短的几年之内从100万达到10个亿啊 这个是1000倍的增长,1000倍的增长,非常的夸张 非常夸张 这应该是兄妹两人啊,兄妹两人啊,Afghani是Wintermule的一个创始人 对啊,就这个人Afghani什么Gavevoy什么的 DOTA2,DOTA2,MMR1500啊,这个兄弟喜欢打DOTA的好吧,喜欢打DOTA 好,然后呢,这兄弟说 这个Afghani说呢,一看应该是 这种天才俄罗斯少年啊,但是肯定是在美的啊,肯定是在美的 就美国是移民国家嘛,很多天才俄罗斯少年啊,都跑到了美的,对吧 就肯定是其中之一,这是我的猜测 然后这兄弟呢,说啊,seriously considering launch a financial derivatives exchange 我们知道在ftx倒下之后 现在市场有个空白啊,就是针对trader啊 针对交易员做的一个为交易员量身定制的一个交易所啊,现在 比较缺乏,对吧,比较缺乏 那这个Wintermule可能会试试水啊,可能会试试水 对吧,Coinmaba说 Build by traders for traders, can't wait 这个口号很熟悉啊,这不就是当初的ftx的口号吗,对吧 Build by traders for traders OK啊,那我们昨天刚讲的水,对吧 那水的声明就来了啊,说暂时没有空投计划 对吧,我们将给成员,设计成员的贡献度来开放token的购买 这个比较模棱两可啊,不知道到底贡献度怎么算 然后是不同的价格呢,还是不同的数量,对吧,他怎么来够 在未来几个月里面将会做出一个评估 那主要是说,哎 运营商和开发人员啊,调试问题 那开发者对吧,或节点运行者 然后是定期举炮诈骗的啊,提高生态的安全性啊 反正你就要discord里面啊,去跟他们的管理员水,对吧 以微弱的劣势错过了资金会拨款的开发者啊 那你就申请grants,你没申请到的 志愿者对吧,就是discord主板主啊,去水 文档贡献者等等等等,还有水的推动者 还有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capi holidays,这个大家不妨去参与一下 不妨去参与一下,说不定就给你个空头 好,那MAYC BAYC的消息又来了啊,无非就是免费啊 给你们送nft,对吧,又来了啊 下月开放啊,明日将发布什么BAYC传奇新篇章的短片啊 然后呢,明年一月份相会BAYC和MAYC持有者免费 开放啊,互动可玩铸造的新项目啊 这个就是不断的套啊,一层套一层,你有了BAYC,你有了MAYC 就可以获得这些红利啊,获得这些红利 好,回到昨天的水capi's,对吧 这是项目方自己做的一个NFT的应用啊,也是一个代码的展示 或者项目的展示啊,让更多人了解怎么写代码 怎么用水来构建这样的一个NFT市场啊 那我们来一起看一下,对吧,这是我的水的钱包 那水的钱包怎么,昨天我答应大家对吧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用的话,我做一个教程啊,大家也走一走 水的钱包,你先要去到Google Browser Extensions里面去搜水 这一步啊,就很关键啊,希望大家不要搜错,对吧 直接搜搜搜搜搜查那个水,就可以了 有很多对吧,要选择这个啊,要选择这个 对,有很多对吗,有很多 选择这个,我选择这个 选择这个5198个评分 他是由miston labs做的 就是官方官方指定的一个钱包 选择完之后呢 你进去之后记得先要领水 他有一个这边叫做request水devnet水token 每次只能领0.05个 你可以点两次 然后就不让你领了 他是通过ip来限制的 要领的话你可以用vpn来改变的ip去多领点 然后呢你就要购买三个box 进去点就行了 点box 买对吧 有的时候会有些bug 有bug的时候记得要重新刷新页面 买完之后呢 你要发给小伙伴们 可以发给我的 对吧我看昨天有很多人发给我了 我看一下对我有很多的nft对吧 对有很多人发给我 对你看有很多人发给我 对大家可以互发一下啊 哎还有人发给我一个这个nft对吧 对有很多人发给我 大家可以互相发一下啊 就是你要送给三个你的好朋友圣诞礼物之后啊 发出去之后 地址怎么拿点这个点这个 他的button比较小 但点这个就可以copy过去 对吧 send gift 自己可以send自己吗 自己也可以send自己 对吧 我不知道自己send自己算不算啊 或者说是不是会报错 对会报错的 自己不能send自己 他的界面啊还是非常的早期 对吧 还是有很多的问题 我的意思就是说啊 买这个三个gift 然后送给你的好朋友之后 你就可以点这个buy button 点这个buy button 我现在没有送对吧 所以不能点啊 你送完之后可以点啊 点这buy button 点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去你的mycollection里面 cabies会开盲盒 对吧 开完之后呢 我是获得了这个 你看这个是特殊对吧 特殊的 有背景颜色啊 还有唱歌啊什么的 对吧 然后呢 我想给他 比如说穿一件围巾啊 点这个holydayscarf 对吧 围巾就上去了 对吧 我比如说要给他一个ski啊 就就上去 就基本上这样 然后呢 你要去做推特啊 去推 对吧 去推啊 去推 好吧 记得去推一下 然后呢 就希望大家能够选你 对吧 如果你被选上了 你就最好的10个 可以获得1000个水 差不多1万刀吧 但是我估计竞争会相当激烈啊 我们也不幻想 但是你去多做一些这个流程啊 说不定你有这种特殊NFT 将来会给你个空头 给个10个100个token 也是有那么的一丢丢可能的 对吧 或者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啊 他的daps是怎么样的 最好是甚至能够看看他的代码 对吧 如果你是喜欢 呃 所以programming的话 可以看一下他代码啊 那是最完美的 好 那这个是整个的一个操作演示流程啊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简单 比较简单 这个是官方自己提的 对吧 官方自己提的 Catby holidays 所谓的Catby holidays 就是我们刚才展示的 这套东西就叫Catby holidays 大家去做操作 好吧 如果你没有好朋友的话 你可以发给我 对吧 发给我 我会把地址放在下面 对吧 发给我就行 行 那我们今天的所有视频就做到这儿啊 这里是韭菜兄弟 那让我们继续持续关注 币圈的每天发生的点点滴滴 那我们明天见 Peace